我們最近一直都在講鼻腔方面的問題 鼻的問題我們之前講了前面 但我們這次要講鼻其實有幾個重要器官的功能 你要知道我們的鼻是用來讓我們濕了一些空氣 暖了一些空氣和幫我們過濾了一些層 所以如果我們長期受一些刺激的時候 就可以形成鼻敏感、慢性鼻炎等 如果是緊要的時候甚至會有些腫脹 如果在鼻的前面那部分我們就容易感覺到 可能會有鼻水、鼻塞等 如果在後面那部分 因為鼻的位置、空間是大很多 所以反而你有時候未必有很明顯症狀 最多是有些鼻涕倒流 鼻敵有一個重要的結構是我們臭角 我們的臭角其實是靠我們腦中的臭角神經 是剛剛伸在鼻腔頂上 剛剛有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我的臭角神經 會在上面的爐骨底是停在那裡的 它有兩條伸出來的 但是它會穿過爐骨 它會有很多的孔 它就會有很多的纖毛狀的神經活梢伸進去鼻腔上面 我們臭角就全靠所有的你煮什麼 或者任何空氣裡面那些帶了味道的份子 我們索進去的時候就會上去那裡 因為我們鼻腔濕的 有少許的份子融化在這裡 就會刺激我們的神經活梢 會解讀成不同的氣味 但是這些神經活梢很幼細的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有一個劇烈的腦暴震盪 譬如拳擊 或者有時交通以外撞到頭那些 你會突然想像那些藥 滑成很幼細的例子 那些藥的骨頭可以切斷後面的抹趴 可以讓那些人突然間 失去美國 所以你會聽見很多人的頭顱創傷會失去美國 那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剛剛提到後臂康 是闊的 在那裡我們最擔心的 臂肝癌 因為我們這個區始終會有的 但相對上是隱藏的 所以怎樣去發現這件事 都是我們醫生的一個挑戰